趙薇国之后 那么在大基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就开始是买买买 但事实上只是要大基金那点钱 是不足以支撑 它这么庞大的一个这种并购计划的 它实际上还从国开行 像其他银行拿到了很多钱 然后它才敢买 而且它还曾经一度扬言 是要买家台积电 还有是联发科 对吧 还要把这些整个的这种 搞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种弯道超车 你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符合于这个习总书记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 发展计划的 只是呢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 实际上虽然看起来是有钱 地主家的这个傻儿子 对吧 但事实上来讲 这点钱在整个的这种庞大的 芯片产业里面 这实际上这是一个猫猫鱼 所以它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既没有获得那么庞大的这些企业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 今天那么台积电成为是 史上最高的这个领域的这种公司 五千多亿美元的这种市值 而紫光呢梦碎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既没有这种获得这种庞大的这种企业 它也没有获得这种技术的积累 所以呢 它的根源在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 就是一个工程师策略 然后买买买的一个方式的话 根本就行不通 走不通了之后的话 那么就跟刚才金教授讲的一样 那就最后总得有人来去负责 你总不能让这个皇上来负责 说这个整个大战略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就出现了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赵伟国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要落马了 以及呢 跟他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些人物 什么雕石精 原来是紫光出去的 后来呢 到了这个工程部当电子司的司长 再后来又跑回紫光 担任这个 紫光的这个 叫做联席总裁 然后一起在跟大基金在对接 以及呢 大金基的向低雍文武 就大量的投资了这个紫光 等等 这些人的话 跟着联传下马而已 我觉得根字上来讲的话 是这个事儿 紫光这个梦破碎了 然后呢 整个这个 在美国的这种制裁下 美国这样的压力一下 那么回头一看呢 就作为习总书记一看 你说这个我干了这么多年 对吧 当年我主导上了大基金 要搞解决卡伯的问题 最后还没解决 那怎么办呢 那肯定是这个 不是正有问题 对吧 一定是这些坚持没害我 所以后来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个 赵伟国呀 还有其他的相关人下马了 所以我就跟着在这儿